射手我們就把它擺在 比較中間的位置 那射手座的話呢 我會有點考慮把它擺在好的地方 是因為它有很好的舞台跟表現性 它下半年可以說做什麼 大家都會 你做這個事情很有趣 你表現得很好 但是要怎樣呢 要求表現 要有求表現的心 好 我們還有幾個 好 獅子 你排啦 你排啦 好啦 獅子我也會擺在這裡 好 獅子上半年其實是有點衰的 那能不能賺到錢再說 也應該有 不會像摩羯天秤那麼慘 謝謝 也應該有 但是獅子的問題在於 你的工作有點太多元化了 所以你很可能身兼八職 彎彎 身兼七職 所以你的身體強不強壯呢 我會把你擺在這裡 你也是屬於有沒有身體 去賺錢的那一類 其實我覺得金牛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首先我先講金牛 太陽上升在金牛 你其實整個下半年 那個火星是在十二宮的 十二宮這個宮位是代表 業力爆發 什麼叫業力爆發呢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危險 它有一點危險 它有可能一個不小心 就跑到這裡來了 這是我要特別提醒金牛的地方 而且不要太陽 我用來要泡去 因為你應該要有很多 但是我已經拒絕了 你應該要不小心 你應該要不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